华欣请华佗,找到华佗先生家里啊,还没在,哎呦,这时候华欣可有点败姓了,这要请不着华佗先生回去见魏王怎么交代啊? 他真想在这左近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打听华佗先生的下落,没想到,刚一出庄碰上了,还没说几句话呢,可了不得了,从远处跑来好多匹马匹,为首的有个牙匠,他们来捉拿华佗先生,下了马就要把华先生给上榜。 这下的话心可急了,他上前一跨步,怒吼一声,且慢,把那牙匠吓了一跳,你们好大的胆,谁敢来动华佗先生,啊? 今天有人胆地包天,胆敢动他身上一颗毫毛,我就让他立起百颗银杆。 呦,这牙匠吓得往后倒退好几步,一打凉这位华欣呢,牙匠有点害怕了。 见华欣鹅官搏带,大袖飘移,泪下佩剑,却这配丑和这神气,起码也是一位朝廷重臣啊。 这牙匠赶忙插手,拾了个礼,先生有所不知啊,是我家方俊首,有病。 请华佗去给看病,您看他这病给看,他一不开放,二不下药,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们俊首给大骂了一通。 我家俊首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差点没气死,这哪是看病啊,这是天病这是,所以我家俊首下令让我们把他捉回去,看来我家俊首是不行了。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先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我们要把他捆绑回府,您为何要阻拦呢? 华欣这么一听,什么? 哦,华先生给你家俊首看病没开方子啊,写了封信,骂他什么了? 骂我家俊首是贪官,他一定是个贪官,他不是贪官,先生,我家俊首是清官,您打听打听,黎民百姓无不称颂,不管清官也罢,贪官也罢,起吐血了,活该。 华欣欣说,我别跟你捣乱了,我先把华佗赶快接走,有什么话再说吧,这牙将急得直搓手,那您要是不让我们把他带走啊? 怎么样?我们就把你带走,打担。 华欣也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啊? 我乃魏王左膀右臂,他还没等报出他的真名实姓,说出他的身份,就在这时,有远处又来了几匹马。 那牙将回头一看,行了,先生,您甭跟我们让让了,怎么,我们公子来了,甭问,现在我家俊首,已经归天了,准时完了,您看我公子急得那样。 就见这几匹马跑在跟前,前面的那个公子翻身下马,他瞪着两个大眼睛找,一眼看见华佗先生,跑在跟前来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华佗的面前。 蹦蹦咔了好几个响头啊,多谢先生,救我父活命之恩啊,父亲看了您的信,确实很生气,吐了好多的血啊,但是把血吐出来之后,他的病好了。 父亲传了个令,派人前来捉拿您,哎呀,他真是后悔不及啊,让我来给先生您赔情道歉。 快把礼物拿过来,这公子吩咐一声,他手下的家人,赶忙捧过来了,是一盘黄金啊,这位公子接过来,双手捧到华佗的面前,先生,父亲说,这区区几定黄金,是略表寸心啊,请先生孝大。 华佗先生摆了摆手,公子啊,这钱我不能收啊,我给你父亲看病,也没开方子,也没抓药,我只是给他写了这么几个字。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把它拿回去吧,你父亲的病体,这就算好了,请公子你回去好好扶持。 之所以,我能前往给你父亲看病,正因为你父亲是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啊。 他是一个很好的亲官,所以我写信,骂他是贪官无力,他很生气。 华佗先生在旁边越听越糊涂,我说,这到底是怎么治的病? 华佗先生这才跟他说,说这位方俊手啊,这个人很正直,跟别人生了这么一股的闷气,这口气闷在胸头。 饭也不能吃,叫也不能睡,吃了好多药也没好,用疏导之计已经不能奏效了,就是说给他疏导疏导,开个胸顺顺顺气,这都不好使了。 怎么办呢? 这以毒攻毒,他不是这病从气上得的吗? 还得让他生点气,让他把那个淤血吐出来就好了。 所以呢,我就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骂了他几句,我说他贪赃忘法。 这一些子这位军手真生的气了,果然吐了这么几口血,这病就算好了。 我就这么给他治的病。 哎呀呀,说的话心鼓掌大笑啊。 公子,你还不谢谢华佗先生,公子又一次要给华佗跪下磕头。 华先生用手给搀扶住了,不必了,你赶快回去吧,让你父亲好好继续调治调治,这病体就算痊愈了。 说着,这位公子带着这些衙将捧着这盘黄金,回去了。 华欣站在旁边,是不住的垫头啊,周围站着的那几个人跟华欣来的那些普通啊,眼都直了,全听傻了。 哎呀,华佗先生看病之神啊,合着是把这位方郡手给气好了的, 行了,咱不明白一道,咱别跟着瞎说了 华欣这就请华佗跟着他上路呀 华佗先生挺为难,这意思啊,他不但愿意去 华欣看出来了 他心想,我跟这位先生说呀,我得用软糊话说 哎,好好的跟他商量,我还不能拿这魏王吓唬他 我说你不去不行,不去魏王能治罪 治罪,他一会儿了,别说魏王,皇上他也不去 那还叫麻烦了呢 话信呢,一个劲的说好的 先生您就去一趟吧,魏王是不断的提念您啊 他最佩服您的医术了 特别是听说您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之后 他就想要见见您,我家大王这个头疼病太重了 先生您行医多年,以德为先啊 是不管这个人是王侯啊,还是黎民百姓 只要能治了他的病,救了他的命 就是先生之愿了,先生济世活人 明传四海呀 哦,话信这顿高貌,给这位华多先生戴的真不少 华多先生一听,那好吧 我就跟着你去看看去吧 呃,带我到家里去告诉一声,不用 我打扶人去给送个信就行了 来啊,把先生的座绩给换换 华多一听,干嘛换座绩啊 您骑这个马脚力还快一点啊 不不不,我就骑我自己的座绩 那咱们就一起走吧 哦,好,多谢先生 华多一听,干嘛换座绩啊 陪着这位华多就搬洛阳来 这一道把华新给急的 怎么呢,谁也不敢打马扬鞭 他们骑着的马,那脚力比那小驴快得多呀 这要啪一下一抖江绳 哇呀呀,全跑下去了 你把华多先生一人给扔后边 先生一生气,再见吧 他走了,那怎么办呢 你得陪着 按照华新的心理啊 他恨不得一步跨着洛阳 赶快给卫王曹曹看病 心说这么走,这得多会儿才能到 你看这小驴 嘿,您在看华多先生 骑的驴背上 不慌不忙的,一边走着 一边看着路旁的那景色 这位先生真沉得住气 是啊 一般规律都是这样 这个患者家 那病人 心情都非常急躁 医生都特别稳重 其实这很正常 医生心里并不是一点不着急 一点不同情 不是 他比病人还急 恨不得一看就把这病人给治好 但是先生外表必须得沉着 你哪有医生 低了皮包家听诊气 整天满头大汗 东天西跑比病人都着急 那病还怎么看呢 这位华佗先生就是这样 知道卫王曹操那病很重 但是我得慢慢走 其实您换马不行 他还不骑马 非骑他的小驴 周围的一些仆人直咧嘴 看华欣欣说您催催 华欣瞪了这些人一眼 心说谁敢催 我比你们不着急 你没瞧吗 这汉全下来了 急也没用 按这么个走法 一礼拜能到了就不错 汉朝那时候没礼拜 反正得七八天 这位华佗先生 贪黑走路还不行 必须得早早的投诉住店 幸好一样 先生起得特别早 小鸡还没叫头变呢 先生已经把小驴从店里拉出来了 哦 话心这才明白 这是先生的养生之道啊 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哎呦 感情华佗先生有时候还打的拳呢 华佗会打拳吗 哎呀 武琴戏吗 直到现在 您没看吗 早晨起来 公园里 有好多练功 练这武琴戏的 葫芦圆雄课啊 那是华佗先生发明的 直传到如今 练武琴戏 不单强壮身体 还能治疗疾病 哦 话心想跟华佗学两招 没个工夫 行了 等给卫王看完了病 我再学吧 这天好容易 远远都忘记了 洛阳的城楼了 这盼着就算快到了 忽然发现 道边这围着一大群人 吵吵嚷嚷嚷 华佗先生 把小驴叫住了 呦 先生由坐骑上下来 他一下坐骑 那话心还得马上骑着 也就跟着下来了 只见华佗不慌不忙的 走到人群跟前 呃 怎么回事啊 老先生一问 这些看热闹的一回头 不认识华佗呀 哎呀 老先生 是个病人 哦 病人 来 带我来看看 说着 人往两边 这么一闪 华佗先生就进来 进来这么一看 路边呢 这儿放着一辆小车子 在车子上那儿躺着一个人 捂着肚子 哼 还不止 一个劲儿直嚷嚷 哎呀 痛杀我爷 在那小车旁边那儿站着一个 趁着个脖子 瞪着眼睛 冲那病人呢 一个劲儿发脾气 你别在这儿装病了 好不好 啊 你要耽误了我的路程 我告诉你 工钱 我是分文不给 我还得把你送到官府 关押起来 哎呦 真横啊 旁边这些看热闹的 都不满意了 瞅着那个人 但是呢 谁也没敢说话 一看那位 好像是有点身份 身招软甲 累下配招 不是这一台车 那到边有好些小车子呢 看来呢 这人是个脚夫 大概是犯了什么病了 华佗先生过来 要给这脚夫啊 真真慢 他刚这么一伸手 旁边那一瞧 哎 老头 你要干什么 这个人有病 我给他看一看 去去去去 我们这会儿等着赶路呢 什么有病了 来啊 把这人给我扔到那道边去 咱们继续赶路 华佗一看 哎 慢来慢来 哎 这人有病啊 皇帝也不采病人 你怎么能给他扔到道边去呢 岂有此理 我一定要给他看看 这主还要瞪眼 一眼看见华新了 吓得他 往后倒退好几步 当时把头低一些不敢言喻了 感觉他认识华新 华佗过来一看这脚夫 哦 不要紧张 哪位辛苦一趟 在左近呢 有没有卖饭的饭庄啊 给他讨一罐蒜汁来 喝下去 立刻痊愈 哎呦 这些人一听 谢谢老先生 有两个好心人跑了去了 功夫不大 真的端了这么一小拨 什么呀 蒜泥 没功夫把他凝出汁来了 干脆就这蒜泥行不行啊 先生 华佗先生一看可以啊 赶快给他灌下去 大伙七十八脚的 找来了点凉水 就把这蒜泥啊 就给这脚夫灌下去 灌下去功夫不大呀 这脚夫就蹲着道边那吐啊 哇哇吐着吐着好 呲呐这么一下 吐出一条大虫子来 好长哦 哎呀 这虫子吐出来了 这脚夫的病也好了 哄 这些看热闹的 齐声喝彩呀 都替这脚夫来谢华佗先生 华佗先生笑了笑 这没什么 大家都继续赶路吧 说着他看了华欣一眼 华先生 咱们也走吧 华欣吩咐 快给先生带坐进 把小轮给拉过来 一同进了洛阳 华欣先把华佗先生安排到驿馆 华欣告诉这些义族们 你们要好好侍奉 此位乃我之之有 神医华佗先生 哦 这些义族们怎么一听 我的个天 神医华佗来了 哎呦 怎么会住在我们这儿了 赶快请教请教不 这个求医那个问病 华佗先生 使来者不拘 有问必答呀 哎 华欣这气 先说我给你们请先生来了 啊 这是给咱们大王请的 他本想啊 劝说华佗 别给这些人看了 华欣一想 算了吧 我劝也不好使 说不定啊 先生在生了气 那还麻烦了 行了 您就多受点累吧 他把华佗安顿好了之后 就回禀了曹操 曹操啊 自从华欣走了之后 这个病室呢 稍见好转 头啊疼得不那么太厉害了 一听说 把华佗先生请来了 曹操很高兴 他称赞华欣很能干 华欣听得挺美 华欣这路人就这样 那么干真尖那么大点事呢 也得要别人夸奖他两句 大王 您看我是不是现在 就把华佗请来给您看病啊 哎 曹操一听呢 怎么可以呢 怎么 华佗先生那么大年纪 一路牢法 刚到此地 怎么能惊动他立刻来给我看病 先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明日一早 再来给我看病不迟 遵命 华欣下去了 呵 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就传开了 文武百官都知道了 华欣把神医华佗给请来了 咱们大王的病这回可有希望 大家都想要见见这位华佗先生 第二天一早啊 曹操这行宫内外 几乎这人都满了 文武百官啊 差不离的都到 一是想看看神医怎么样医治大王曹操的病症 二呢 要见识见识这位神医华佗的风采 我几乎是翘首相望啊 只见华佗先生在华欣的陪同下来了 来到行宫 华欣先到里面来回禀 曹操操吩咐吩咐一声有请 华佗又在外边进来 进的门来这么一看 在曹操的并榻旁 左边有四员武将 谁啊 曹操 夏河敦 徐楚 徐黄 右边有四位文臣 陈脚假许 陈群四八一 殿内殿外好森严呢 曹操在床上半躺半卧 话心上前引荐 说这就是我家卫王曹操 此位是神医华佗先生 华佗先生一共守 大王清了 曹操点了点头 故知道先生驾到 但是小样在身 未能出门相迎 请先生海亮 我知道你来了 我应该到门外去接你吃 可是我身体不好 您就多原谅吧 华佗先生一听 曹操这话说得挺客气 大王身有贵样 何须太谦 哎 看座位此后 曹操吩咐这一声 话心赶忙 把座位给搬过来 华佗就往床头这一坐 从清囊之中 把那小墨枝拿出来了 先给曹操 针针脉 一般的看病规律是这样的 进门来 先看一看病人的气色 神态 随后再给切切脉 然后呢 再闻一闻这屋子里的气味 再打听打听 这患者病情的缘由 望闻切问 华佗给曹操这一针脉 您再看两边的文臣武将 那眼睛不错眼珠的 盯着华佗的脸色 就看华佗先生什么表情 这个心理状态也很正常啊 他们都替患者担忧 也就是说替卫王草草害怕 这病怎么样 重到什么程度 还能不能治啊 都希望从先生的脸色 看出点反应来 看华佗先生的表情啊 很难看出什么反应 华佗先生看病 一贯就是这样 脸色总是那么平和的 他先看曹操的左手脉 右看右手脉 左为心肝肾 右为肺脾命啊 针完了脉之后 华佗们的小墨枕收起来 冲着曹操微微一笑 大王 你的病逝不重啊 哎呦 两边文武怎么一听 悬着的那颗心呼啦一下 全都放下去了 心说神医华佗 名不虚传啊 你听人这话说的多轻松啊 曹操听着也挺高兴 原来自己的病 病不十分重啊 故又年就患头风症啊 望先生高瞻 说我这毛病啊 从小就有 偏头疼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病是越来越重 尤其这次在洛阳 犯的特别厉害 先生您就给我治一治吧 话多一听不错 大王 你这脑子里有风险呢 说这个病啊 并不是用药 就可以治好的 针灸也不行 哦 曹操一愣啊 我这个风险在脑子里 药也不行 针也不行 那得怎么治呢 那为什么先生您说 我这个病还不厉害呢 大王 我所说的这不厉害 是很好治 必须把这个风险取出 您这个头风症就彻底痊愈了 哎呀呀 曹操这么一听啊 真是喜出望外 哦 能把这风险从我这脑子里取出来 多谢先生 得怎么个取法呢 大王 您得先喝我的麻沸汤 把麻沸汤喝下去之后 我用力斧 就是找一把非常快的斧子 将大王的头颅劈开 把风险取出 然后将伤口缝合 不出数日 大王病症 即可痊愈 啊 华佛这话音还没落呢 您再看旁边那夏侯敦 一按泪下配件 苍狼 怎么了 把宝剑衬出来了 这还了得 拿斧子披我们大王脑袋 是何用意 甭说夏侯敦呢 那几员武将不眼睛都瞪起来了 全有点急了 曹操也生气了 用手一拍床头 啪 岂有此理 华佛 难道说 你有意杀害孤家 不成 你要害我吗 哎 华佛先生一愣啊 大王何处此言呢 你不是请我来给你看病吗 曹操一听不错呀 看病哪有这么看的 什么 先喝你的麻沸汤 然后用礼服把头劈开 你要劈了我的脑袋 我还能活吗 你这不是杀害我是什么 华佛听的这地方也有点生气了 大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我是来给你治病 我怎么能来杀害你呢 大王可曾听说过 我曾经给关羽 关云长 医治过剑商 刮骨撩过毒啊 我在给关羽 刮骨撩毒的时候 关公是谈笑风生 与他人对异是若无其事 人家连麻沸汤都没喝 开始我跟关羽说的明白 我说需要用人把他捆绑起来 把他那胳膊掉在大环子里 为什么要那样 我怕他疼痛难忍 那是用刀刮骨头 刮的是苏苏之响 大王 您这个病和关羽比起来 可谓是小可之极 小病 何况我还劝大王你 饮了我的麻沸汤呢 大王饮下麻沸汤之后啊 就如醉如睡了 你就跟睡着了一样 然后动手医治大王的病症 大王你绝不会有疼痛之感 曹操已经更生气了 是啊 那我就死了 还疼痛什么呀 你简直是一派胡言啊 给关羽关云长刮骨撩毒 关公是见伤其辈 你刮的是他的胳膊 我这什么地方 有刮脑袋的吗 你刚才不是亲口说的吗 用力斧把我的头颅劈开 把脑袋砍开了 用刀子刮 刮完了里边 在缝上还能活呀 哦 曹操说的这会点了点头啊 我才明白 华佗 卢必于关公情赎 趁此机会与报仇儿 无事安在 速将华佗推出宫门 斩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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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